9月26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财政部 以涉衣为由制裁中国实体和个人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 近期美国财政部已涉伊朗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开发为由 宣布制裁部分中国实体和个人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 中方注意到 美方以所谓涉伊朗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开发为由 将部分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阻碍国际间正常的经贸往来 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